中立西堤餐廳除了有兩名幼兒染疫 現在又新增三名別桌的顧客確診 因此有醫學專家指出 有可能是小朋友在各桌之間跑來跑去 或者是摸完這個再摸那個增加了傳染風險 西堤桌與桌一間是否有隔板 目前疫調還不清楚 但確定的是兩個小朋友確診的一家七口 是跟銀行行員不同桌 另外15號新增三人跟小朋友 也是不同桌 我們狂病毒一桌傳一桌 讓人非常擔心 至於這幾名確診者 詳細做的相對位置 還有走動路線 目前都還在等疫調出爐 才能進一步確認 另外同樣到西堤用餐的指標個案 聯邦銀行行員 他的男友在物流業上班 不過現在證實他的職務並不是司機員 而是公司內勤 相對來說接觸者沒那麼多 連說三次問題不大 桃園衛生局看來對疫情有掌握 但匡列人數還沒有正式公布 不過面對七題餐廳的這道難題 現在得儘快追回所有人來裁檢 用三上的規定也得調整 TVBS新聞羅氏彭亮中信張英科桃園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